北京时间8月10日晚,大连一方坐镇主场3比0战胜广州复利,收获本赛季首次连胜,并第一次逃离降级区。 赛后,大连一方主帅舒斯特尔,肯定了球员的表现,对上岗赛后导致朱小刚被停赛6场一时表示,非常失望,评价广州复利的表现,广州复利队,跟以前一样还是T5后卫,本身他们的空间就比较小,我们需要更流畅的进攻,去找到进球的方法。 比赛中有段时间广州复利队占据了主导地位,没有丢球这是很关键的,评价上演帽子戏法的穆谢奎,穆谢奎是中锋,中锋是靠进球吃饭的,我很高兴,因为他也踢了一场很好的比赛,三哥进球是对他努力的回报,我对他的表现很高兴也很满意。 盖塔,卡拉斯科今天踢的也非常好,他们也获得了进球机会,最后很遗憾没有做到,总体来说,我对他们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谈到两连胜之前的三连败,之前我脑子里,一直在过三连败的片段,我们在战胜上海上港队前的三场比赛,发生了很多事情,而且很难去描述。 这三场比赛我们有好几次球员被罚下,又被判了好几个点球,那几场比赛我们其实也很想赢下来,但是因为那样的情况出现,球员们在比赛中踢的会失去平常心,有些因素是在影响着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到主场打上海上港这样的强队,我也跟球员说,因为跟强队比赛会对我们产生更大的激励作用,帮助我们把最大能量发挥出来。 如果我们把主场手术拿下三分,对球员们的信心会有提升作用,我们确实也做到了,包括今天的比赛,确实这两场比赛的胜利来得很及时。 关于朱小刚被停赛六场术中指,官方,大连一方朱小刚停赛六场我是今天下午球队快到体育场之前才得到朱小刚停赛的消息。 说实话,我对这个决定还是有些失望的,我说失望这个词,使我对上海上港这个俱乐部感到失望,因为上轮比赛我们在主场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踢足球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但是比赛之后,上海上港队输掉比赛,实在用这种方法,对我们球队表示一些东西,这一点我是相当的失望。 对上港俱乐部场外工作很失望,因为我们球队上一轮比赛,在主场打出了自己的东西,打出了血性并最终赢得了比赛。 而上海上港队始终在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对我们球队的利益产生了影响,我们现在还没有奢侈到说一名球员停赛六场对我们没有影响。 我认为这肯定是对我们有影响的,像上海上港队这么强大的球队,这么有实力的俱乐部,在中国做这样的事情,对我们这个小俱乐部做这样的事情,我对此感到很失望。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